高雄鎮定庫的魚鋼 附近有一個工地 掌護民眾看到有大型的調車 在調一台火車 肯定沒有人的關節交通 是非常危險 路工地看肯定 鴨皮也認定違反這個安法 有派的人去路鑒 要求愛改善 大型調車的調皮沾到最高 六四 百條的火車調館 最高處 九十六樓頂 但是住在地面 沒有放高通水 也沒有人完關節 只有幾天人叫到連接火車的鎖子 這下甚至有其他的汽車通過 讓看到民眾非常驚訝 我去這裡有看 我在頭前過 我會在那邊煩惱 會煩惱喔 聽我說 我如果拿到我的台車就有 我不會不敢過去 當然會啊 當然會啊 我們會盡量不走這條 這邊常常會看得到 風景記民說這已經不是第一次 大家經過就要特別注意 因為工地這行調掛 都有相關的規定 其他工地中央林原說 如果要調掛 地面方向林原一定要有 環圍收大神志要風流 警察不可能讓人車為地下通過 在事實前 工地沒有願意回應 不過伺服看了壓批表時 這個作業確實已經違反到這案法 上官能夠構築30萬塊 沒有設置防止人車進入作業範圍的防範措施 而且沒有使作業人員配戴具 反光帶的安全帽 施工背心 違反了職業安全衛生法第六條第一項 港帝國社民起座林是海霸王公司 公司表示 這是鎮定魚鋼 搭著專台上大戶學行林董物流豐区 因為新冠肺炎基金營共NO鎮港 占對規劃的補分 公司也請營造輕鬆來改善 記者 王劉婷丹 憲坤共報道